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千六百三十五点 两千六百三十五点应该是他很创纪录 很创纪录 那这就跟繁华里讲的发根是一样的 是死伤无数 那完全就是 我们就先讲这个现象 这是代表着整个股民 整个股民对社会没有任何 就是股民在开始革命 隔仓 逃命 他隔仓逃命 或者说被迫减仓 那被迫这个平仓 发根 在繁华里的发根就是被迫平仓 两千万没了 两三天就没了 他这里面的故事差不太多 那里面在讲述着 比如说 我用的这是一天的图啊 就今天一天的图 你可以看到在早上一开盘 早上一开盘 一路下走 大概到了十一点 一过十一点 一下就戳穿了两千六百六十六点 就是星期五的最低点 他就受不了了 立刻有钱就进来 所谓国家退就进来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呢 就在我看来基本就这样了 他设定了一个点 然后有一帮人挡着钱 把他抬上去 只要一抬上去 第二天一开盘 有人就平仓 对吧 只亏平仓 一平仓 啪就下来 全中国有两亿 两亿股民 两亿股民没有这么齐心过 就是说 今天的中共的国家队 有多少钱去对付两亿股民 而这两亿股民 对习近平而言 已经完全丧失任何信心 而有些人平仓走了 走了去哪 跳楼了 学了发根了 死了 那他就 这个就完了 现在看起来就这个故事 因为他从上个星期一 今天星期一 从上个星期一 他本来顶到2900点 对不对 没呆住 啪啪就下来 这就说明有人借高点平仓了 这个平仓不是挣钱了 是只亏 就是说 这个只亏的什么意思 就像爷叔在第一次教阿宝做股票的时候 就说你去给我买这股票去 借了6000块钱买股票 两个星期之后平仓 你别问价 到哪就卖 挂牌卖去 赔了3000块 对不对 然后他说还剩多少 还剩这么多 你再给我借1万块钱 然后你买这只股票 两个星期之后 平仓 别问价 挣钱了 对不对 他的意思就是 我不看价 我只看时间 这就是爷叔在他的节目中 在他这个里面 你用了一句话 今天的太阳永远照不到明天 所以你要弄明白 不要用明天如何 时间是绝对的 永远时间是绝对的 那我们就跟朋友们介绍基本的这些概念 现在看到就是时间在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这时间是什么 在调整着 在修理着整个中共国的所有人 那中共国 如果股民遭到修理的故事 这就 这就 世西地平自己有趣的东西 说句心里话 在上个星期一 顶回2900点之后 他把恒大给平了仓了 他真不等功夫 他把恒大给平了仓了 然后据说呢 今天呢 叫碧桂园涨了5% 我问朋友 谁能看得懂这股票 说句心里话 就连证监会的人自己都不懂了 为什么 证监会的老板得等习办的主任打电话 你今儿弄哪个跟不弄哪个 改成这个了 对不对 那你还去斗鸡斗狗斗去就啥都不能斗了 这只能跑了 那下面这么折腾的人呢 只要见着高点就跑 只要他能卖就跑 很多是跑不了 对不对 那发根就是跑不了 所以这就是今天股市在我眼睛里看到 人家说2600点保护战 保卫战 这个我觉得没有意义 你现在不知道它跌到哪去 不知道跌到哪 不知道这种跌的过程 是不是会促成整个中共国的崩溃 因为全世界欧美的股票在涨 它现在这样 而当整个上海的它的货值 就是里面的钱的数量 它说从1.5 一万五千七百多亿吧 已经跌到了一万四千多亿了 就是在缩水 整个市值在 市值缩水从股价跌下来是缩水 那很多人平仓了 他不补仓了 平仓了 就跳楼了 那他们就缩水了 这个账户结了 这就是我们基本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那用了繁花 这就是发根 那里面出现比较有趣的就是胡锡进 胡锡进赔了七万多块钱 对 赔了七万八千九百二十五块钱 这是胡锡进大概做了一期节目 人家采访他 他就把手机给拿出来 手机一个截图 说他赔了这么多钱 成了笑话 一年 他往里放了大概五十一万 然后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说我今天学会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我当初就不该进来 那你作为习近平的大腕 对不对 习近平大腕你吹牛的时候 然后两千八百点的时候你说什么 所以他就变成了真正的一个草包 也就是这一批股市 故事本身 把习总的人就开始打清洗 给我感受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太多别的话 他就是这么讲 事隔一周 胡锡进明确讲说石盘赔了七万八千多块钱 那他这是一个标志 这是一个代表性 这是一年的结果 里面再讲述了他自己背景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 他主要是今天接受叫七分钟理财的创办人 罗元尚的采访 然后讲述了自己目前的状况 但这个说法呢 网友们不相信 网友说你少过来这套 你这不是假的 也不知道是嫌他赔的多是赔的少了 所以你得把真的拿出来 拿你的账号出来 他是这么说的 A股跳水散户自我了断 一天缩水1283亿 1283亿可能是台币 那但是呢 我跟大家分享意思就是说 跳水散户自我了断 平仓了 那这就完蛋了 他不在里头 他平仓的什么意思 他了断没戏了 一个是他一分钱都没了 再有一个就是他完全不要 就是跟股市白白了 那你这么干的话 那就大家都不玩了 不就回到原始股了吗 就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这个新闻的 他的新闻点是在这个地方 整个投资人撤棒 不计后果的撤棒 也就是说胡锡进还没平仓呢 那没平仓什么意思 他卖出去卖不出去 是一回事了 对不对 那如果卖不出去的话 他继续这样往外卖 那没有接单的 那他怎么平仓啊 股票是这个问题 我们那时候玩外汇的时候 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呢 有补仓的 那补仓补的太狠了 一补就完了 政府拿出就是方日 A股无力 被迫断头出场 自不了断 那里面讲 导致融资余额往下跌 2号是15000 15000亿 然后当时的融资余额 丢掉了291亿人民币 他说等到5号中午 上千只股票跌停板 那那个市场盛传 融资追缴令 这个万箭启发 融资追缴令万箭启发 应该讲说被迫停仓 因为我太长时间没应该讲说是被迫停仓 所以他提到这是2号 就没提今天是什么样的 那他就量291亿 中国证券时报讲述了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是15792亿 到了2月1号的时候 是不到15000亿 而2号的时候变成了14600亿 那今天他没今天没有出来 我只是跟大家说股市在缩水 那散户在斩头 他的含义是这个含义 千只股票跌停 股民说亡国征兆 这篇内容是指今天上午开盘不久 出现 一开盘 等到了还不到11点 他这时候报的指数是2650几点 我们刚才知道 那是最低是2623点 所以这就 这就是故事了 这就讲述了整个大盘的那种 那种水淫泄地的 那老百姓说这叫亡国征兆 就是这么个典型的说法 千只股跌停 2000家公司股票接近跌停 就是1000股跌停 2000多接近跌停 亡国执照 这是上午刚刚开盘 然后他讲狂跌2.75 然后A股千股跌停 成为了标签 跌破2000点 2700点 中国崩了 国际笑话不爱国 那证券委员会害的 应该找他算账 找证券委员会算账 就像这个发根 发根他儿子把这个阿宝给撞了 我觉得差不太多 这是现状 亡国执照 感谢朋友们 based 明镇 偏 国执照 社会